刚刚收到艾米老师发来的一条消息 就是昨天艾米参加海选的那个结果出来了 艾米晋级了 但这个消息她还不知道 我们出去逗逗她 看她什么反应 哈喽 还没吃饱 你那个海选的成绩出来了 你没有被通过 咋搞的你 我都说你个办了不行吧 你不能初赛都被淘汰了 你自己们要到副赛吧 这家伙已经进入百烂阶段了 那给你看看东西 如果以上就可以再加到8点多多分了 可以了 对你晋级了 刚刚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 现在这边的回忆满满 一口气可以扛10个脑袋 我还有一个让你更高兴的事情 什么 我拿给你看 你爸爸买给你的 啊 我就知道我爸给买的一笔物 永远不会让我失望 两条青道夫 啊 看看 哇 真的是青道夫 一条粉色 一条黑色 青道夫的 这个适应力很强耶 还真的让你说对了 你爸爸不让你失望 厉害厉害 说明我还是蛮懂我爸的 你钢吧 哎 呦 看到吗 活着 在网上看的是 青道夫会破坏这个钢里的生态环境 他们不是说这个青道夫就是什么都吃 可以把这些小鱼拉的便便都吃掉吗 啊 但是你让人小鱼便便就挂身上呢 哈哈哈哈 之前这个鱼缸里面种水草的时候 那个水总是变绿 然后又很浑浊 还有粉丝说 是不是因为我没给它换水 其实不是的 每天都有跟它换 有可能是这个鱼缸驾驭不了吧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没关系 以后就不再养这个水草了 前几天买的那个粉红沙 一天死一条 一天死一条 艾米就把它直接喂了六角恐龙 主要是我的六角恐龙 我刚才在我师傅尝了一下 就一到两三天的时候 一定要给它喂东西吃 不然的话 他们就会互啃 比如说 哎呀我好饿呀 摇一下你的胳膊 把你胳膊给咬断了 然后你再摇一下我腿 把你把我腿咬断了 哎我再长出来 有这个样子的 那你的意思就是 还是要给它们买小鱼 喂它们 是的呀 那些小鱼苗 它不好养 运输过来的都死了 上次艾米在那放着 就说第二天喂它 结果全是臭了 对 所以我们还是在网上找一些平屁吧 比如说那些虾皮 都可以 那鱼粮是不是也可以 嗯 我们明明有现成的 还在这里说事 直接喂了不就得了吗 上虾皮 这也没说不行吧 好我以为它 都是肉 吃了吃了吃了 看它吃了 哎一下就死了 一秒进了 它这个很小 应该它可以整理 又会吃了 哦 又吃了又吃了 雅膏吃了 挺乖的 这个六甲恐龙 我可能就对它 偶心力选 哈哈哈哈 好 还有一个消息就是 你的吉他 初级也过了 晋级赛也是在湖北电视台 啊 10号是口才 17号是吉他 希望你加油啊 行吧行吧 这时间排的也有点太满了 那没办法 没关系没关系 嗯 那我们今天视频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